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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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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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坐哪 坐哪 对 你可以坐这边 啊对 一会儿苏老师可以坐 旁边 啊好 对对对对 来跟大家 对可以往后坐一点 是吧 往后坐一点 好 来来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子齐 我们现在现在已经有五千 五千四百位了啊 五千四百位小王叔宝宝还有你的粉丝啊 然后他们已经在直播间守获了很久很久了 这个弹幕跳得太快哦 是是是是是是是 没事 我可以先 对 今天热吗 对 就是一般不知道聊什么 先聊天气 对对对 今天天气挺好的 北京天气特别好 是吧 对 然后你解锁了你的夏天的第一个冰淇淋了吗 冰棒吗 对冰淇淋或者夏日饮品 解锁了吗 已经有吃了很多很多冰淇淋是吧 不是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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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冰的东西 冰就是类似 类似沙冰之类的 哦 你可以跟直播间的 对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子齐 预刺小五座当中的小金鱼 感冰淋 感冰好多了 感冰已经好多了 对 可以先到老科 然后我们等下就要起 好 好 好 小童正在来的路上 我们刚刚录完东西 所以 呃 路上还有一点堵 他问你吃饭了吗 嗯 还没有来得及吃 对 这两天吃饭都按点吗 这两天没有吃饭休息的点给我 那如果有一个就是休息的时间 你最想做什么事情 休息 呃 想做一个SPA 然后睡个自然型的觉 我看评论区 你有在问 吃饭 我好像没有怎么尝试 你有自己喜欢的美食吗 类型 美食 其实我对于吃东西还好 我不太贪嘴 我不太贪嘴 对 那你平常吃零食吗 零食不吃 不吃零食 我自己也不会去买零食 那你打游戏的时候会有什么放在旁边 快乐肥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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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对 你看听到这些 对 你不用看我 对不对 好习惯 你有什么自律的习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自律的习惯 尽量减少自己的进食 消夜之类的 平常会有健身吗 会空的时间都会在撸撸铁 但是我发现我体质好像不太练得起来 还有人问你今天换裤子吗 换鞋了吗 对 这个是什么梗 对 这个是什么梗 我不知道 可能是昨天正好不会玩 昨天 正好不会玩 对 哦 哦 我们再问 你喜欢什么样的冰 喜欢绿豆味的冰沙 所以冰沙和绵绵冰你能分得清楚吗 可以啊 那你会更喜欢冰沙一点还是喜欢绵绵冰一点 冰沙一点 冰沙一点 甚至是就直接动了冰块 直接动了冰块 对 嗯 很很解暑啊 就大家就要夸你今天状态很好 今天没有黑眼圈 今天非常好 昨天不是黑眼圈了 昨天是 嗯 装有点小眼 上眼前有一点点欢呼 喜欢打乒乓球吗 乒乓球可以打 可以打 你都会哪些运动啊 你可以盘一下 我 几乎所有运动 哎不是所有了 就是大家比较日常热门的运动 都会射了一点 都还会玩 例如呢 乒乓球 篮球 足球这两年很少听 然后 嗯 羽毛球 还有 就大家平时我 台球你会吗 台球是 以前是 专业的 哦 哎 会台球 会台球 还帮你们透露了一点 会游泳吗 会 什么游泳 是挖泳 自由泳 碟泳 还是都会 都会 都会 哦 那你真的是厉害了 篮球 所以你们平常可以透露一下就是 会跟其他的小伙伴 就是 是打那种3v3还是有没有你的篮球比赛 我自从自从开始打台球之后篮球其实接触的比以前要少很多 对 而且 嗯 就 就不太爱做一些出汗的那些运动 除了在 需要我去 做一些体型的训练的时候 然后他们有在问 然后他们有在问是斯诺克吗 就 抬球的话 都可以了 都可以 现在更偏爱打酒球 就更娱乐化一点 就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 这个 这个是 小红书的公仔吗 吉祥物 我们的鼠宝宝 然后稍后就是 对 就是会有 互动的环节 对 对 我们等小红老师到来 我们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然后明天是什么日子 你知道吗 明天呢 520吗 那还有呢 是我们超点的大结局 对 对 对明天是我们超点大结局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分享一下 我们的直播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超点大结局 稍等一下 给我跳一下 好 让我们再高一点 这样的 好 好 OK 现在可以吗 OK 现在可以吗 各位 我们将近6000人的宝宝 OK吗 这个角度你们满意吗 还有人问你会高尔夫吗 高尔夫 打过但是不厉害 那你平常跑步吗 就是吗 就是跑长跑之类的还是 我日常 日常跑的话大概在3到5公里 可以 那你对于就是跑步的装备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吗 还是说就只要跑鞋就OK 跑鞋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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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合适的话就穿一条短裤 就是跑步的短裤 如果没有那个情况的话就长裤也无所谓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中场跑的运动员 对 然后我们跑步就就是会有装备要求 对对会有一些装备要求 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要跑比赛所以我们就会穿钉鞋 哦对会有田径田径的是这样 是 还有人问你今年有什么安排 可能是假期的安排吧 对 今年还有假期吗 如果有的话你希望有什么安排呢 就或者小短暂的假期 希望在冬天吧可以去滑雪 可以滑雪 对 你单板双板 呃单板 单板 我也是去年第一次解锁了这个这个这项运动 但是就是很紧张我说还那个双板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紧张一直摔倒一直摔倒一直摔倒 双板入门相对容易一点 但是你后面做双板的进阶的一些动作的话 可能会比单板要难很多 哦 那你之前是在哪个地方滑方便 嗯 去年基本上都是在北京的小学场或者去崇利滑 哦 你平常唱歌吗 恭喜申请 K歌吗 K歌还是自己 对 嗯 空了会去 空了会跟朋友们去 你是喜欢快歌还是慢歌 我都听吧 就是 英格里奇也听 国语也听 对对对 那闵南语听吗 闵南语好像也听 有结束过吗 没有 我是我是福建人 对 所以我有讲 那个什么 烟一根根点 那个是不是算一 对对对对对 是的 哇 你也算是八具冲上选手了 他有人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浙江湖州人 哦 那能推荐一下你家乡的特长吗 或者游玩的景点 可以安利一下你的家乡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最最最最具有特点的就是太湖啊 湖州旁边就是和苏州之间隔着一片美丽的太湖 然后好车的好喝的茶叶有子笋茶 子笋茶 对其实在小五座当中也有提到就是 秦秦秦公公说给我泡一壶上好的子笋 就是出自我们湖州 湖州长新 小吃有什么特别的小吃吗 小吃是干条面 你平常会做饭吗或者 会做 你会做什么 我更偏向于一些炒啊或者一点汤 炸的我不怎么做 炸不怎么做也会 家里面就是你们整个家庭里面谁的那个做饭最厉害 我吧 你那你就是 就是有做过那种流水席吗 就是宴晴很多人比如说生日啊或者什么 能做个20道菜的那种 其实我做过做吧 但是像那种特别华丽特别豪华的那种硬菜 其实不太多 所以在你的认知里面什么样是非常华丽的硬菜 就是那种很大盘的鱼啊 就是沙拉 然后要 就类似 炖排骨或者什么战斧牛排这种的吗 其实战斧牛排我还更喜欢做一点 所以你会煎牛排 我自己平时 但是如果需要控制的那个体脂的话 我会 吃一点 在家自己煎牛排吃 那你会做沙拉 沙拉会 所以你一般就是你的沙拉的配置是什么样子 黄瓜 然后生菜 生那个 生云果 生云果 小西红柿 生云果 小番茄 然后配配一点白猪蛋 配一点白猪蛋 对 那不吃点那个水煮肉是什么吗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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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切点牛排再放进去 所以你自己也会去挑选 挑选 就是自己买牛排会有讲究吗 还是说 有一家就是我经常买的 那你就是在于选材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讲究吗 怎么看 就像我买西瓜的时候 就是会拍拍啊 望闻问切一样 那也没有 其实我买的那个 当时是偶然买到的 然后吃进去 吃的口感啊 还有包括肉质特别好 就也其实也不算特别好 就但是我吃起来特别喜欢 就 经常买的一家 有一位叫做苏慕妍的网友 粉丝宝宝在问 你吃辣吗 喜欢吃辣吗 我吃辣 我经常吃辣 那你吃辣调还是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口味 口味 所以你是那种重辣的爱好者吗 也不算爱好者吧 就是 有的吃我就会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会也不太会 主动去要求我的菜里面要辣 OK 好 我们的 你这光还挺好辣 对 你很帅啊 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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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